75级的仓货号 藏宝阁已受物品里必有无级别 历史物品必有无级别 这个就叫做梦幻西游的散人定律 就是一个老板连续鉴定1000件5000件3000件 他可能不爱出 散人回归的仓货号鉴定三个两个 啪的话就出无级别 而且还得给你带个特技 甚至还装包子和血色茶花呢 这家伙的直接就上无级别了 无级别加绝换摸音 他问这把武器能值多少钱 这把武器老板我不算特技的话 我觉得应该能值个六万家 带特技的话你自己加吧 老板第一把武器 无底洞除了专用要不要点 可以考虑点 首先刀的话是模组可以用 鉴定出一个555伤害 利敏双加58的可以当固伤 力量加固伤敏捷加固伤 老板专用点不点 我这边建议你点 非我所用 机动人心 物理系的追求 但是没有梦想 已经出过无级别了 出一把专用的话也OK 388国标 411比388 暴时三点加34耐 4827 19例 388 34膜 这专用 真是抓那个寂寞 这把武器不点 专用就是一个388 老板说 纠正一个错误 他其实不是一个仓库哈 不是散人定律 他是五开 哈哈哈 老板你我就想问你一个月亏多少钱 就是你真正认识 真真正正的啊 静下心来正儿八经的啊 排除一切烦恼 品出一切杂念 一个月做电脑前200个小时 能亏多少钱 我一看 一看这五开 这法宝宝 我就懂了 卧槽 我爱你啊 你这是给梦幻西游 你是感动了 梦幻西游吧 送你个无级别 这如意仙子 怎么说呢 08年应该都不用 哇 老板这零事 故伤 故伤 加封印啊 气血加法防 修炼的话 也没看到你的眼啊 先点宠修 哇操 太牛逼了 啊 就跑了两个三百环 一个铁 一个书啊 一个没多鉴定 那你意思 你这个这个无级别 是一件鉴定出来的大哥 哇操 他白板只还没完成呢 这个号人生中 鉴定的第一件军火 是一个无级别加特技的 逆天的双兰字 在我鉴定完五件 总共六件军火以后啊 才出了第一件白板 这是他人生中的第一件白板 三百八十八 这种在系统判定里 有单价 有属性 加减的 他都是啊 有篮子 也就是说老板 现在连白板之日 才完成了五分之一 这他妈的 一发入魂啊 王谢都表示羡慕啊 我可能比你有钱 东西可能比你好 但是确实没有你这样的运气 他人生中的第一件军火 是牛了无级别 逆天的双兰字 伤害还爆了啊 刚才藏宝阁搜索是六到七万三 然后这把 而且还是不算特技的情况下 另外的话 这个第二把武器 他就出了专用了啊 第一把是牛了无级别 逆天的双兰字 第二把武器吃出的专用啊 孟晚西游某里玩家 建议还是少在孟晚西游里 建定军火吧 运气这种东西 谁先用完谁先走